這件事情呢 蔣市府的態度一直都是擠牙膏 因為第一時間蔣萬安市長出來 他說2023年 去年是他第一次接獲同保 但是我手邊有一份完整的調查報告 我手邊這份資料 我相信蔣市長手邊也有 那昨天我們才發現市政府 竟然回頭去更改 四個多月前 他們在官網上面所發布的新聞稿 然後裡面就關鍵的時間點 就是調閱監視器的時間 究竟是2022年還是2023年 那昨天晚上在我揭露市府 偷偷更動了新聞稿之後 台北市政府才出來說 是當時的新聞稿寫錯了 我想要請問 如果一份市政府官方的新聞稿 能夠在四個多月之後 大家質疑關鍵的調查時間點 才說是寫錯了 也沒有出面來跟大家說明說 這樣的錯誤是從何而來 市民覺得最無奈的是 這一起案子從2022年 一直到2023年 歷經的柯文哲即將市府 而前任市長 當時是負責督導教育局的黃珊珊 他現在說 當時他已經離職了 我們現任市長說 案發當時他還沒有上任 市民只覺得無奈啊 我們台北市是沒有市長的嗎 不管是前後任市府 都可以用這麼敷衍推脫 謝責的方式來面對 那我們校園中還有多少的信憑案件 是這樣子被輕輕放下 輕輕疏忽的 而昨天更可笑的是 蔣灣市長整個團隊 沒有辦法出面好好的去說明 到底空白的一年為什麼沒有進行行政調查 為什麼沒有比堂師停職 反而來攻擊民意代表 我認為蔣灣市長現在 他就是一個baby市長 寶寶市長 而且是一個壞寶寶 該做的事情不做 我看到的是整個市政府的團隊 還在為了保護蔣灣的形象 各種推脫的說辭就是還在保護蔣灣 我希望真正該被保護的是我們台北市的孩子 其實在第一時間事發之後 現在教育局是有澄清說 在12月跟3月都是我們議員來訪釋的 但是議員檢數團他就質疑說 其實這個訪釋並不是跟性侵案有關 而是跟這個幼兒園要不要主公共化有關 是這樣的 教育局其實有跟我回報 他對於媒體的說明 其實是應議員要求去公布所有 我們過去有道遠的紀錄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事實就是如此 所以任何的發言我們希望都很於事實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希望 有夠讓民眾清楚了解 不要透過各種發言 不要事情造成家長更多的不安 所以大家所關於在前年 就是2022年7月當時雖然我們上任 但是該案其實後來警方也接入調查 檢察官也進行偵辦 那該案也都全案偵查中間不起訴處分 但是在前年7月當時第一時間 教育局行政上面的處理過程 我們都願意來檢視 那另外議員也講說 在2023年的三月新法上路之後 那蔣師傅為什麼沒有針對這個狼師 沒有停職來做補救 我要再次說明 我上任之後第一次接獲通報是在去年7月 所以從7月當月開始 我們即刻進行了六大抽選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7月當月開始即刻反映火速查班 那外界所談的另外一案是在前年7月所接獲的通報 當時我還沒上任 但是教育局跟我回報 他們其實有做了相關的處置 但是我們願意回過頭來檢視當時第一時間處理的過程 就是因為昨天有PO文講到說 因為教育局不是營用督導到教育局 那原本的接文有講到是蔡富是督導的責任 然後但是因為他其實7月的時候就在治療當中 那想問說當初教育局會有其他的職代或是有什麼相關的配套嗎 好我想說明一下就是這個2022發生的台北市幼兒園的教育局通報的事件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悲劇 我是一個母親 我想每一個作為母親的人都一樣 沒有人會願意有任何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台北市政府是一個分層負責的單位 他們有非常多的局處單位做第一線的處理 那案子通報到教育局 教育局也依規定相關的程序去辦理 那後來這個案子應該也有經過檢調司法的調查 所以過程中我認為教育單位沒有人也不可能吃案或者是延宕 那在台北市政府的職務的分工上非常的清楚 副市長有督導的局處 然後他下面有配置的副秘處長 那不管是發生任何狀況都有職務代理 這都非常明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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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